3月26日,昆林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组照片 瞬间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了 原来当天昆林和周杰伦正在法国巴黎散步 看上去十分的有闲情意志了 在周杰伦的视角下,昆林十分的漂亮也是十分的甜美 网友们也是点赞周杰伦不仅是宠妻狂魔 更是一个会拍照的好老公哦 这对于女人来说也是相当的重要了 昆林静坐着,喝着咖啡望向远方 小编都觉得这组照片十分的美 有点时尚略有点文艺范儿哦 当天昆林还牵着儿子小小周的手漫步巴黎街头 不过昆林就感叹儿子长得很快了 更是调皮的喊话 哥也长得太快了吧 十分的宠妮了 不过网友们有开始好奇 昆林私下里会喊周董什么昵称呢 画面中昆林牵着小小周的手 小小周如今已经长高了 到了妈妈昆林的腰部了哦 并且小小周看上去也是十分的帅气了 背影都和爸爸周杰伦十分的相像了 所以周董这基因真的很强大了 昆林牵儿子的手散步 感叹儿子长得太快 小小周已经到了妈妈腰部 如今周杰伦和昆林已经拥有一儿一女 是娱乐圈十足的模范夫妻了 网友们都羡慕这对夫妻能够恩爱如初恋 网友们也期待小周周和小小周能够快高涨大吧 粉丝们还不忘记叮嘱周杰伦 要记得将小小周和小周周能够培养成下一代歌坛的天王天后哦 华语乐坛的未经许